首先我们当然就是要打开这一个档案 可是请各位 请各位先把这个路径先复制起来 好吗 这个路径 因为你的放置的路径 跟我放置的路径是不一样的 所以先复制 然后接下来打开这个聚集档案 启用聚集 然后开发人员聚集 里面应该只有一个 然后编辑 我们要修改的是这个位置 我给你的应该是这一个吧 开发人员聚集 编辑 然后要把这个存档将档名改为工作表名称变数 所以这个这个路径 路径要改 改成你自己的 到这个地方 应该是到应该是 是到这个地方 因为后面是我创造出来的档名 就是把前面这些改掉 可以吗 不要包含档案的部分 这边全部都是档案的部分 但请你注意一下 请你注意一下 你这个地方是没有斜线的 你这地方是没有斜线的 对不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要来观看一下 我们刚刚因为做这个档案 我们会希望做什么事情 就是一口气直接把它做完 例如说09做完 9月做完做10月 10月做完做11月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子嘛 所以我们先一口气做三个好不好 也就是说我现在我做 我只能请他先做091011这三张工作表 就是做完令存成CSV然后删掉 对不对 这是刚刚那个程序嘛 好 所以我先做 就是教你们连续做这件事 好 其实已经快写完了 我们现在来看 如果我想要连续执行091011 好 怎么做这件事呢 所以我就用开发人员 对我们先测试一件事情好不好 就是说你现在你现在能不能成功的就是做09这个档案 就是这里面我我我已经做了01 0203一直到08我都做完了 没关系 这个110年我等一下会整个全部删掉再重新做一遍 好 所以我们现在先针对你刚刚跑的你拿到我的程式 我们先刺跑一个月看看能不能成功产生110underline09.csv 所以开发人员聚集然后直接执行他 因为现在在09嘛 所以执行 所以我这边我是已经成功的产生 就是人口统计110underline09 而且是放在我指定的人口数clean 这料夹下面 你们先看看你们能不能成功做到这件事好不好 好